新城乡公所为了协助乡亲以及乡内各产业行销产品 并且推动新城乡的观光 特别举办了观光数位行销研习营活动 让一百多位的乡亲业者 轻松地学习手机摄影和故事行销 在这网路的新时代中 让乡亲以及各产业都能够快速行销相关的产品 和美好的人文风景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新城乡旅游 为了行销新城乡观光人文景致 新城乡公所并且办理观光数位行销研习营 维持两天的课程 让一百多位乡亲类的乡亲们 业者轻松学习手机摄影与故事行销 在这网路的新时代当中 让乡亲以及各个产业能够快速行销相关产品 以及美好人文风景 有一个阿姨她从新店来的 她说她每一个月一定来七天七星谈 因为呢她的忧郁症吃药 然后失眠最也最不好 吃药吃那个抗忧郁的也没有办法好 最后她跟医生说 你的药先放着 我自己先 我想要聆听我心灵的身体的声音 所以她就每一个月来七星谈一个礼拜 结果一个月之后她到了那个 她的主治医师那里 医生跟她说 诶 你的那个胆不成降了 高血压还有整个血医的气色都变得这么好 你是怎么做到 你是不是去别的医生来看 然后那一位阿姨就跟她说 没有就每个月花七天的时间去庆幸看药 然后什么都不做 就是看她 然后也不讲话 所以我在电影遇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 当你真心的发出从这份心 就像我们代赏的每一位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都好可爱 都充满光感的笑容 然后很欢迎 就是不管你今天遇到的是谁 你都是充满的快乐跟笑容 这就是副物业的一个热情 是用真心去爱每个人 现在合理台北老师 实在变迁协销方式也随着改变 业者如何运用手机进行拍摄以及剪辑 透过网络平台自我行销 是业者以后要学习的课题 而说行销的重点 除了学习手机软体 还有运用社群平台 最终的内容要有故事 便能够触动人性加深记忆 记得以终于行销部导